约书亚纪第十二章 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击杀了那地的两个王 占领了他们的地 就是从亚嫩谷直到黑门山和东边的亚拉巴全境 这两个王 一个是住在西石本的亚摩利人的王西洪 他管辖的地区是从亚嫩谷旁的亚罗尔起 包括山谷中部和激烈的一半 直到亚伯河 就是亚门人的境界 东边有亚拉巴 上至基尼列海 下至亚拉巴海 就是沿海 东边是往伯耶西莫的路 南边直到皮斯加的山路 另一个是巴山王厄 他是利法英人的渔民 住在亚斯塔路和以德莱 他管辖的地区是黑门山 萨迦 巴山全地 直到基数人和马加人的境界 还有激烈的一半 直到西石本王西洪的境界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 把这两个王击杀了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把地分给刘本人 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做产业 以下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 在约旦河西从黎巴嫩谷的巴利加德 直到延伸至西尔的哈拉山等地 所击杀的众王 约书亚把那地分给以色列各支派做产业 就是赫人 亚摩利人 江南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所住的山地 高原 亚拉巴 山坡 旷野和南地 他们的王 一个是耶利哥王 一个是伯特利旁边的爱城王 一个是耶路撒冷王 一个是西伯伦王 一个是耶莫王 一个是拉吉王 一个是伊基伦王 一个是基瑟王 一个是底壁王 一个是基德王 一个是荷尔玛王 一个是亚拉德王 一个是利拿王 一个是亚杜兰王 一个是马基大王 一个是伯特利王 一个是塔普亚王 一个是西伯王 一个是亚弗王 一个是拉沙伦王 一个是马顿王 一个是夏索王 一个是申伦米伦王 一个是亚沙王 一个是塔纳王 一个是米吉多王 一个是基地斯王 一个是靠近加密的约念王 一个是多尔山地的多尔王 一个是基甲的割印王 一个是德萨王 共计三十一个王 也听到什么是 哪个是伯特性的 在这一个是 这个宇宙兰王